那我希望可以把這邊的所有編號 快速的把它變成它後面的資料的話 那當然方法很多啦 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就要一個一個慢慢來也許就查 不過當然第一個遇到問題是什麼 它裡面原來有編號 那如果我要再查 就是說你可能要在這個後面再插入一欄 然後它的性別再刺 像剛剛沒有一樣 可是我覺得這樣好像欄數太多了 所以像我可能會選擇就是 我不要在這邊插入一欄 我乾脆呢 把這個工作表另外再附一個 一個叫編號的工作表 一個就是查出來的結果的工作表 就變兩個工作表 OK就跨工作表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不要像剛剛一樣一直不斷插入欄的話 那我可以什麼 可以把這個問卷調查 另外再複製一個一模一樣的 那複製的方法特別重要 那你可以按右鍵去複製啦 複製移動等等的 不過我覺得這個方法 不夠直覺 像我習慣如果要複製工作表的話 你可以什麼 按住拖拉 按Ctrl鍵 拖拉加Ctrl鍵 就你Ctrl鍵按住 然後再拖拉 拖拉到旁邊放開 放開之後的話 這個 跟這個會是一樣的 一個工作表 這樣的複製工作比較快 這個時候 就是直接我把它按右鍵刪除 拖拉 先拖拉有沒有 拖拉到右邊 再按砍授鍵 放開 放開的話是放開那個滑鼠的左鍵 OK 這個時候呢 旁邊就會多一個一模一樣的 叫問卷調查02 問卷調查02 問卷調查02 那我們乾脆就拿這個來做查詢 所以請你把B2到B2後面的所有資料 全部都先刪除掉 反正我們現在查完之後就放這裡 那怎麼查 刪除的話其實比較快的方法是 Ctrl-Shift向右向下 然後再按什麼 Delize 這樣最快 OK 所以建議啦 這個選取的方式 假如你以前不習慣用那個快速鍵的話 我是強烈一定要用這個 快速鍵的選取方式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我要把問卷調查這邊的資料 查出來乾脆性別的部分 就幫我放這邊就好了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查 首先第一個我們可以 在這邊插入那個 剛剛講的 就是 檢視與參照裡面 我們可以用VU函數來查 那查的話 查什麼 查VolkaValue 你就切到哪裡 乾脆切到前面工作表 的同樣位置 就是在B2的儲存格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TableArray 那TableArray 特別對喔 那對照表在哪裡 之前我講過啦 你可以 切 當然一般習慣是切過來這邊 再去選什麼 選A2到B3 不過我是建議如果你是跨工作表 最好的話 你乾脆把它定義名稱 會比較OK 所以喔 這邊的話我們也許 乾脆先定義名稱 這個叫 所以 定義名稱的方法 選A2到B3 然後上面叫性別 所以 因為性別這邊已經有名字 所以我們把這邊Ctrl-C 然後把底下這個範圍選起來 然後 油標再放在上面 名稱方塊 把它Ctrl-B貼上 Enter 好 這個範圍叫性別 那這個的話一樣 Ctrl-C 然後這邊的話呢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這邊叫Ctrl-V貼上 然後 這教育程度也是一樣 所以 底下都一樣 你們就自行喔 把那個後面喔 上面名稱 然後Ctrl-C 這邊選起來 Ctrl-V貼到名稱方塊 好 其他都一樣喔 這不錯啦 反正這底下都一樣 其實後面我已經都全部做完了 因為我剛剛趁一點時間 全部都把它 什麼 範圍 它的名稱 在它的 等於是 左上角這個 把這個名稱複式 選取這個範圍 在這邊切上 那如果你這個 每個地方都做完之後 跟各位講喔 你已經快要完成一半了 因為再來的話 一樣 插入那個 剛剛講的V乱數 去哪邊查 去前面這個工作表 在這個位置 一樣的位置喔 然後呢 Table我位的話呢 我們可以按F3 那這個什麼 性別嘛 OK 性別在這裡 然後哪一欄呢 明白它性別就兩欄嘛 這一定是第二欄 OK 把第二欄幫我查回來 比對方式的話呢 那就幫我 一模一樣 就說0就可以了 好 那你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當然你向下填滿 它就OK了 性別 但問題喔 以前的做法是哪 你認為性別做完之後 再來做年齡 年齡做完再教育程度 那其實喔 基本上喔 它的規則都差不多 只是說如果你這麼多欄 假如要重複不斷做的話 感覺它有點浪費時間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可以想到一個函數 叫インドレッジ函數 欸 特別注意喔 這個インドレッジ函數喔 它主要就是說呢 可以幫我做一件事情 什麼事呢 我們現在這邊有一個叫 性別的一個範圍 那這個範圍喔 它跟我們現在要查的 這個 這邊這個資料喔 你會發現喔 它的有個地方很像 就是說 這個名稱喔 跟上面這個 藍位的名稱 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呢 我將來希望怎麼樣 可以直接拿這個上面的 藍位名稱 那乾脆我就直接 把它放到這個 Table Array裡面啊 然後讓我 你幫我去查一下 欸 那個名稱過來 但問題來了 我如果今天怎麼樣 我假設把這個 Table Array 直接指向哪裡 指向它上面 這個藍位名稱的話 有沒有 應該是直接點就可以了 如果我先點擊 上方這個性別的話 那你會發現喔 它會帶什麼資料呢 帶這個上面 性別這兩個字過來 但問題你會發現喔 然後我把這個點擊 你會發現它一定會出錯 B2 點擊 它會出現什麼 欸 什麼 減Value錯誤 紅色式的 那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喔 你只要看到這個參數喔 它需要的是一個 Table Array 如果是Table Array的話 記得喔 那你就要提供給它 一個什麼 一個表格的 Array是一個範圍 欸 表格範圍 可是問題 我現在給它 性別這兩個字 它其實最大的麻煩說 如果你給這兩個字喔 它沒有辦法幫你 把這兩個字文字 自動幫你轉成那個 我們有定義的名稱 所以就可以去喔 這個地方如果你希望喔 可以把上面這兩個 性別的文字喔 文字 文字 文字是這樣 幫你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那個範圍的話 那個範圍喔 假設這樣 那 反正就是這個意思喔 那你要想到一個函數 如果你要把這個名稱 變成一個範圍的話 那你就用那個 我剛剛講的這個函數 叫In-direct這個函數 In-direct函數喔 它主要的用途就是說 它可以你給它一個 有沒有 referent text referent text指的是 那個範圍的名稱 可以是一個儲存格 或一個範圍 也可以是一個 這個定義好的名稱喔 OK 那它會自動幫你把 那個名稱轉變成為 那個範圍 然後帶到哪裡 帶到這個table array 那就可以完成 我們要的這個效果喔 OK 寫得有點醜啦 不好意思 這個 那 怎麼做 OK 特別是喔 關鍵來了喔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可以喔 一 在table array上面 打上那個 In-direct 然後 錢瓜糊 這有點太小了 好 OK In-direct 這個要拼做喔 然後呢 錢瓜糊 再來的話呢 我希望抓取的那個範圍名稱在哪裡 剛好就性別 把這個性別的資料帶過來 然後錢瓜糊 後瓜糊一下 OK 這個時候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會不會OK 我看資料應該沒拼做 我可以In-direct OK 好 那就把他按確定 如果確定的話 OK有沒有 剛才你的話 向下填滿一定是不OK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向下填滿的話 他的那個 這個什麼 B1的E有沒有 他會變成什麼 自動向下 會跳到下一個 所以變成B 那不對 你要把1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然後 這個不用 B2的2不用 因為他每個都要向下 按確定 好 把他向下填滿 好 DOK了 可是你想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想 如果年齡有一樣的方法 教育程度有一樣的方法 因為我剛剛已經把這個後面全部都定義好名稱了 那如果 是個道理 假如說我 假這個地方 向右 向下 一次完成的話 特別是 你這個地方 先不要向下 反送去不向下 這把他delete掉 先做一個 然後 確定一下公式 有沒有OK 所以我們這個公式 第一個OK 第二個會抓這個範圍 OK 第三個 抓哪一欄 OK 再來的話 我就向右 向右的話 我看一下 抓的範圍 他會自動帶 自動去變動 這個OK 然後抓上面的欄位名稱 其他都沒問題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理論上 我們已經 大功告成了 他後面 你只要寫這樣 按確定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向右 你把它拉到 D欧欄的地方 放開 有沒有發現 他全部查完了 你在想說 那下面怎麼辦 其實很簡單 向下 快點兩下 會不會全部查完了 有沒有發現 其他也全部查完了 OK 所以喔 如果你假設 希望能夠快速的 把所有的這個問卷 調查的資料 全部一次查完的話 那其實最大的關鍵 你可以用 Inderate函數 那主要呢 配合什麼 抓取他上面這個欄位名稱 所以 你上面欄位名稱 跟你定義的名稱 要完全Match 他就可以幫你把上面欄位名稱 自動轉換成一個範圍 然後把那個資料 抓到這個table array裡面 然後你就可以把你要的資料查到 並且秀出來 那如果說你希望能夠一鍵完成的話 記得喔 底下先不要填滿 這個 這個 這個先不要填滿 你只要怎麼 先做一個嘛 記得喔 那個B1的E前面要加前流符號 那B前面不要加喔 因為向右拉 你要變成C D E 所以B的前面不要加 然後向右 再向下快點兩下 那記得喔 如果你要向下快點兩下OK的話 記得喔 在性別這個底下 你不要做任何的動作 如果做任何動作的話 那他就不會向下填滿了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全部完成了 OK 好 請各位試試看喔 這個地方 你們 很快 一下子 不需要寫任何程式 他就可以幫我把所有的資料呢 全部一次完成了 OK 試試看喔 那我做完的公式 我看一下 應該也有把它寫在 我們的 你們可以參考那個 第八十二頁喔 好 和八十三頁 好 八十二、八十三 officers 那幾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